那時我也見過你有拍過《昂斗》先生 有 那時為何會找你 《昂斗》就… 我要多謝施介強 施介強是港台交通新聞部的總監 一向我們這兩兄弟一肥一瘦 因為他是寫了影評 他順便…有鬼佬來他第一時間知道 知道是第一時間告訴我 我第一時間去《昂斗》 就趕快去尖沙咀 見導演 導演不斷看一看 你懂得說英文 是你呢? 簽樣 Casting也不用 我就要那個很兜貓的CIA 因為那時我穿公司制服去 樣子是… 對他也對他一點 這樣便找到那份工作 挺好玩的 所以有時候說不完的 你的運動那時就是那回事 不要強求 順其自然 沒有啊 絕對沒有 因爲岸斗的保護政策很厲害 我一拔電話出來 保鏢已經賣來了 收了電話 如果你再拔電話出來 我就收了它 我想拍張照片紀念一下 不要說太多話 收了它 即是他跟你對稿 會在一起 不用對 亦都未拍 人見了 不知去哪裏 我說到岸斗再賣來了 那個Secure呢 是鬼佬來的 他再近一點看著你 你會不會又再拔電話 不拔了 不玩了 不要玩 即是他不會跟你有多餘的對白 只是對戲做戲一緣不見了 很快 比我快 我都未離開現場 它已經不見了 那你說想聽一下那些趣聞 看拍都沒有什麼趣聞 那你拍攝的時候 你感覺到岸斗是一個怎樣的人 很cool 是沒有表情 他不會笑 只是acting 他跟你一齊 為了這場戲怎麼做好他 就是這麼多事 How are you today? 在澳門 我在澳門拍的 澳門有什麼好東西吃 你知道嗎 他不想跟你談任何事 純粹就是對白交流 收工 就是這麼多 所以Sorry 給不到好東西你聽 2019年 車布羅憑著老人如狗 去到台北電影節 各作最佳男主角 究竟當時 為什麼會找到他拍這部微電影呢? 可能他已經卡了幾個演員 因為他的預算很小 錢就沒有了 差不多五天 我什麼叫微電影 我根本不知道什麼叫微電影 杜老闆贊助 大家做些事 可能你明天會有好處 我說好啊 又試一下 不要計較錢 你不明白那件事 就去玩一下 原來玩完 就有這麼好的事情發生了 至少去台灣 是吧 又可以 後選 影帝 那就是認同了 你的Performance 是OK的 所以你才可以進來 另一個轉捏點 當然是 無限超越班 成功將車布羅的演藝事業 還舊 全靠他老友幫他一把 那因為小春不去 皇上不去 你去到要隔離 去要隔離 回來又要隔離 那就是 他們兩個不去 那人家的監製就問 那還有誰 叛逃妥 誰是叛逃妥 不懂的 他立刻做一段影片 給監製看 因為車布羅 好好好 按照這個人過來 找什麼配合他 然後做一個 叫做Q版的 異天圖 那就是我和他那四個儀牌 做一場戲 挺好玩 又學了東西 是不是很感恩 因為這個節目其實都 真的很感謝不同監製 如果他不給我一次機會 今時今日 我想我還是在方艙醫院 正在做正常的事 因為那一次 出來的效果 大家覺得 原來車普羅可以的 他是做到事 開始多事做 多事找我 所以現在不經常都要北上 寫其實 完全是雷神 desafio 陰地 要到 最讓 事情 解決